劝人布施也要注意善巧方便 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录频道 点赞并转发本视频 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 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布施功德 问师傅 以下综合几位同修的问题 请慈悲开示 对于一些公众被义工在半推半就下给慈善团体捐款 使他们起烦恼甚至反感 义工们无形中是否在造恶业 大安法师答 你倒没有造恶业 因为众生对钱看得很重啊 千令啊 这是一般众生的通病 所以菩萨修行的六度 就是把布施摆在第一 布施度千令 因为千令就是我们心胸狭隘 千令是来自于一个很强的我值 千令让他以后得到贫穷的恶报 所以当他不明白这些道理的时候 我们用种种善巧方便让他布施 尽管他暂时起了烦恼 但是最终对他有利益 他一布施 心量打开 智慧开发 而且得到富贵之报 尤其是种福田哪 种那个三宝的福田哪 种福田一个是敬田 一个是悲田 敬田就是三宝和父母 那里你要去好好地种植 悲田就是对苦难人 无依无靠的人 你要学理送炭 这种布施能得到大福报呀 然而往往是不施很难 尤其是贫穷不施难 但是越贫穷越要不施 这种人就越能改变命运了 有这么一个故事 说有一个穷画家 他到另外一个国家去打工 给人家做画匠 工作了12年 得了30两银子回家 结果在回家的路上 听到打鼓做大会声 见到众僧威仪整肃 他生起欢喜心 觉得恭敬三宝应该得福报 想一想自己应该趁机会赶快去种福田 他就到这个僧团问维纳师 说我要供一天斋 需要多少钱 维纳师说这需要30两银子 他就把12年的工钱全拿出来供斋 正好供斋一天 供完斋他很欢喜地回家了 他不知道到家里有麻烦事在等着他 他的妻子就问他 你这次去了这么长时间赚了钱没有吗 他说赚到了 赚了多少钱呢 赚了30两啊 那你拿30两出来吧 他说哎呀 我这个银子暂时不在 我已经肿到福田里去了 他的妻子问福田在什么地方 哦 我不施给众僧了 他妻子听了勃然大怒吗 说你是一个吃人 你12年的工钱 放着妻子儿子不养 你给别人了 你肯定精神有问题啊 说着就拿绳子一绑 绑着他送到官府里面要判他的刑 哎 他的妻子很厉害 那么这穷画师一去 这官员就审判他 一听也是不应该呀 自己妻子儿子不养 你这样怎么行啊 这个人把金木一拍叫他从十招来 啊 怎么回事 这个画师说 哎呀 我就是思维到我这么贫穷 就是多生多节没有不失啊 才是今天的这个贫穷之暴 现在我要改变这个贫穷 正好碰到福田 也稍微有点能力正好能够不失 所以我当时没有想到第二年 就把银子不失下去了 现在把我绑过来 我也没有办法 听从官员怎么发落就怎么发落 正好这个官员他是一个优博赛 他一听很感动啊 12年的微博收入都不失出来 这是男师能师啊 所以当下就对他非常友好 给他把绳子解开 然后官员把身上佩戴的鹰洛给他 把自己的一匹好马也一起送给他 还送了一个庄园给他 叫他回去 这个画师尽心尽力种福田 现前顿然就得到一个花抱 大的善果还在后面呢 事实上 在我们这个社会 尤其在这个市场经济环境 大家对钱都看得很重 很难不失啊 这样的话 也就导致要为生计去发愁啊 因此有机会 尤其是敬田 悲田 要尽量去做 你起烦恼是你业账现前呢 所以你做义工帮助他去种福田 帮助他改善命运 你是在做功德呀 但是这个过程当中也要注意善巧方便 一旦对方非常反感 还认识不到的时候 你要等待 等待机缘成熟啊